尤其地方,學生小孩在畢業料到有更加多元的集合觀度 保理紀南大學特別到一位探地区一間五千級的國際飯店 簽訂三學合作 在今年四月觀眾開講紀南大學的學生參加飯店的培訓政策 技術口風表示,希望能夠對求學時代就好學生接受這協調 並且透過飯店的實際訓練,提供學生小孩畢業接頭路的機會 不感謝客家,現在有形成學生都可以來參加 也希望說,可以培養更多個集合的飯店和產業管理人材 紀南大學學長所有人已經兩位飯店代表 共同參加三學合作 希望未來有了個集合飯店的培訓主管 可以提供紀南大學學生更加有一個集約幾位 已經在飯店剛做六年的紀大畢業生 要過來客店會可以擁有大價值 我在這邊已經工作六年 雖然不是本科系畢業 但是公司有那個就是培訓 就是一般進來之後會有那種入門的培訓計畫 這樣子 然後給了我很多的幫助 因為畢竟不是本科系,跨科系這樣子 然後也學習到非常多的東西 然後接觸到非常多的客人 然後看到不一樣的一種事業 所以這一次跟我們營品的這個簽約儀式 代表我們將來的合作是沒有止盡的 而且我們希望能夠發展延伸到國際方面 因為我們是國立進南國際大學 我們除了我們在深耕地方以外 我們要拓展國際 這種的三合合作 對著飯店來說 也是一種八分餐應管理人材的好機會 因此飯店是上東莞醫副主管 要歡迎大學生為第一期 就能夠來一個談打工 類似組織 服務業重要的是態度 是他的人格特質 所以他只要對這個行業有興趣 我們願意提供一個讓他認識了解自己的一個舞台 那未來就業就可以留在這邊 甚至到我們集團的任何一個飯店都可以畢業級就業 而且是一個可以永續發展的 不管是在內部的就是專業的部分的活動 或者是說在專業之外的態度 或者是禮儀或者是世界觀 或者是讓他情緒管理這方面的課程 那我想說這些課程都可以讓學生能夠 從一剛開始沒有這樣的工作經驗 到飯店之後慢慢讓他們也覺得是 自己也是非常予有榮焉 既然大學出了飯店業者 最會來航行親金 北軍學生 先為有一個餐飲管理人材 以及儲備幹部 未來有機會外派到國外連送飯店 都是三合合作 可以比较到集合的最終目的 既然今天我們在台風部都